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大家好 我是全国人大代表袁海波 是一家劳务公司的总经理 现在我将去参加 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的闭幕式 大家跟我走吧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都带了哪些东西去人民大会堂 然后这是我带去的笔记本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工作手册 现在我们代表准备出发去乘车了 代表就下来去乘车了 他出发去乘车 现在我们代表都坐到车上了 准备出发去大会堂了 准备出发了 现在我们将走向人民大会堂 看看我们的代表 看我们还有代表在拍照里面 我们刚参加完 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的闭幕式 现在代表着陆续总统会场 来代表问一下 您这几天参加这个人大会有什么感受 嗨大家好 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江近平 在这里呢 我就是希望祖国能早日的战胜会议疫情 希望我们的全国人民能早日赖下口罩 迎接最好的笑容 现在我们正准备去乘车 然后刚才在闭幕式上的各项决议都高票通过 然后这几天参加会议以来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多次提到了就业 就业这两个词在报告当中总的出现了39次 作为一名从事劳务转移输出的工作者 回去以后我将积极地去做好服务 为更多农民工兄弟提供服务 现在我们代表们正陆续走出会议堂 前往乘车点 然后乘车返回驻地 好我们刚才会议生理结束了 生理闭幕了 谢谢李子 明天再见 好我们对祖国说一点祝福的话 祝福我们的祖国明天会更好